美国空军一号大家都知道是美国总统的专机 内部十分豪华 专供美国总统去国外出访而乘坐 但是估计很少人知道 在中国的陕西也有一个空军一号 在陕西的西沿高速同川紧阳湖出口附近的黄土高坡上 有一架客机特别引人注目 很多人走近了看客机上居然写着美利坚合众国 外形和空军一号一个样 这个地方叫马嘴村 所以这个空军一号又叫马嘴空军一号 据当地导游介绍 这个客机是按照美国空军一号的二分之一进行建造 但是内部构造和物品摆放是一比一的 很多人都从很远的地方来参观这个马嘴空军一号 这个飞机的外观是纯手工打造的 使用构造件和铁皮制成 所以显得飞机表面不是很平 有点凹凸不起 这个马嘴空军一号的内部非常逼真 它里面的灰溢室真的是按一比一制成 连里面的人物都是按一比一硅胶像做成的 简直非常的逼真 但是要想观看机舱得付60元钱的门票 然后里面的包括厨房 卫生间 还有客机里的保镖和服务员 全都是一比一制成的 这个马嘴空军一号的旁边 还有个马嘴辽宁舰 外形和真正的辽宁舰差不太多 然后大小是按照八比一建造 据说当地修建这个空军一号和辽宁舰 主要是为了吸引游客来买他们的番茄和樱桃 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呢